原警手持警棍不斷对车上两名男子大声喝斥 要他们赶紧下车 只见对方吓得赶紧囚牢 没多久就被警方拖下车狠狠压制在地 会这么大动作原来他们车上常有毒品 锁定年前这辆车原警一路尾随 因为驾驶不但违规还拒减逃逸 对方丝毫没有减速的迹象还越开越快 警北追逐发生在27号上午10点半 原警在基隆市仁爱区南荣路 发现一辆汽车不但违规行迹可疑 于是上前进行拦插 警察对方不但没有停下还踩油门逃逸 一路逃到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 过程中还倒车冲撞警车 原警立刻朝嫌犯车辆轮胎连开了四枪 原警见自身及周边民众安全与受紧急危害 立即下车朝该车左前轮处开四枪 并在贺令车上两名犯嫌下车受检后 当场于车内查获三极毒品 警方开枪制止让车上的私姓男子和詹姓男子 两人乖乖就范 还在车内搜出毒品 这下他们不但要背负毒品罪 嫌还要夺上妨害公务和公共危险罪 警方后续也要强力溯源这些毒品怎么来的 静新闻缺人您陈祥伟采访报道 大贼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